大家好,我是阿澤 今集跟大家講的關於寄電話號碼 疫情下,去餐廳吃飯除了用安心出行之外 亦可以選擇田子仔 留下這個聯絡方法 原來田子仔隨時又會搞到情侶吵架 有個女生在討論區上發文 說好生氣,入餐廳田子仔 發現男朋友居然忘記他的電話號碼 他在文中提到 早前去餐廳吃飯時 就叫男朋友幫他填個人資料 之後再交給他簽名 但男朋友問他,你的電話號碼多少? 立即令他覺得好生氣 有沒有搞錯,連電話號碼都忘記 樓主就好生氣,罵男朋友,怎麼可以這樣 但男朋友笑笑口就說 電話現在這麼方便 隨便按個按鈕都能打到電話 還用不著寄號碼? 有網民認為樓主,即女事主 小事化大小題大做 就說現在根本沒有多少人會寄電話號碼 就說樓主的要求是無理 更加批評他,叫人幫還罵人 自己不覺得有問題嗎? 不過也有人認同這位樓主 就說男朋友又是離譜了一點 記得女朋友的電話號碼都是情趣來的 都是親密的印記 就算跌了電話,依然是可以保持聯絡 有網民就說笑,可能樓主的電話太難記了 不如換個靈號碼,這樣就可以容易記一點 就叫他換個靈號碼,這傢伙都好幽默 講講個安心出行先,有機會都說一下 我那天去吃東西 我見到一個人拿著電話走過去 我以為他拿著安心出行 接著他拿著電話走過去對著安心出行的QR Code 然後自己在裝聲 在那裡嘟,這樣 然後走進去 你媽媽,笑了我,混蛋 他有那種拍綜藝的感覺 大家幻想一下 他拿著電話裝甲的裝甲 走過去安心出行 有一個綠色的位置 就是做個QR Code,貼一張東西 接著他走過去對著 什麼東西都沒有 接著自己裝聲 嘟,這樣 然後直走過去 我笑得瘋了 接著我跟朋友說,你見到嗎 我笑得瘋了,很瘋了 接著,回到正題 說回電話號碼那裡 其實大哥 我覺得,真的會忘記的 電話號碼這些 即是你說,我懂得背父母的電話號碼 因為我很小時候 那時的電話是未有得save的 即不是未有得save 即是那時未有手提電話 應該很小時候 應該幾歲的時候 我爸爸媽媽就說 你呢,留在家 你要是背了爸爸 或者背了媽媽的電話 那你有什麼事呢 你就可以打電話給爸爸媽媽 即是打給爸爸或者打給媽媽 其實我覺得這個方法 就是可能我被媽媽打的時候 就可以用家的電話打給爸爸 因為如果我被媽媽打的時候 我媽媽是不會告訴我 我爸爸的電話號碼 那我就要打電話給爸爸 叫爸爸你救我 我想應該大約一個原理是這樣的 你當是 所以那時我就會背電話號碼 那時呢 因為我小時候沒有收起電話 那時候應該不知道有沒有得save 那些人還是用電話寶 那時有本電話寶 就引 zei, Epicets就把 Hm Gray塵器就拿了 比如X姨媽 或者大姨媽 幾十多號電話 ninety sudden 三姨媽一個號電話 市 backed up 四叔 或者幾十多號電話 或者大表哥多少號電話 應該會啟動這張電話 即有一本寶 所以當時呢 那時就被發折 那你就避免那些人的電話 好像很容易就拿著 因為現在的otocial 你也不用再選一下 自己想按一個讓 muchísimo 但真的很快會這樣打電話給人呢 最多是按過通訊打 所以我覺得不記得真的不出奇 還有現在我都少了打電話 我多數都是WhatsApp 我多數會打給別人 通常人家打給我 不過都是只有一個人打給我 通常我的朋友都是WhatsApp 很少聊電話 都是按過名字 不會記號碼 就算真的打都 中學的時候就會記號碼 因為那時候可能要借別人的電話打 中學時有時候電話沒有電 或者可能差不夠電 總之我都不記得什麼原因 總之電話打不打 你要打給別人的時候 要背了電話去用別人的電話打 或者用學校的電話打 所以才會記到號碼 但現在真的不會 還有我覺得 嫂子是有少少無理取鬧的 電話號碼 正常都未必會背 如果你的男朋友不記得你生日 那就說 你就發狗去圍 屌你老母臭系生日都不記得 我都明白 但你說電話號碼就算了 無謂 所以到最後 沒有 都是分手 你要找個肯記電話號碼的男朋友 所有問題我們都建議大家分手 希望你們兩個快點分手 無謂折磨大家 今天節目的時間差不多 講到這裡 沒什麼特別 只要夠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次見 各位網友 拜拜